这是电子的镜台 总统赖清德亲自出席全国技能竞赛闭幕典礼 一一替获奖学生挂起奖牌 大展清明性格 我个人是一个武侠小说迷 我一直都感觉到 我们这一个竞赛就像是武林盛会一样 每一个人站上舞台都是靠真本事真功夫 赖清德肯定学生努力 更透过谈话鼓励参赛者们多元发展 有技能有长才 才能让台湾百工百业越来越进步 人工智慧的时代已经来了 你在未来五年不会人工智慧 就像现在不会电脑一样 因为时代已经不一样了 行行出状元 高手在民间 每一个行业都非常重要 特别是台湾的产业发展到现在 非常需要有一技之长的 各位年轻的伙伴共同投入 积极发展人工智慧 势必会是未来趋势 总统勉励参赛学生多元尝试 才能共同创造台湾的美好未来 东森新闻综合报导 好 好